一场原本不起眼的小规模联合演习,却因为日本自卫队的参与而成为新闻。 据外媒报道,由美国菲律宾主导代号为独野的军演,首次出现了日本自卫队的身影。 10月6号,约150名美国菲律宾军队士兵和日本自卫队参与了包括用装甲车抢摊登陆,在沙滩上突击和救援的演习课目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装甲车抢摊登陆的科目中,日本自卫队的装甲车在二战后首次登上外国土地。 日本自卫队军官表示,参加演习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作战能力,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训练。 尽管如此,外界仍对日本不断突破海外派兵,限制的举动为加关注。 去介绍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日本不断向柬埔寨、莫丧比克、陆旺达、南苏丹等海外地区派出自卫队,接连突破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备政策。 根据资料显示,91事件后,日本作出派遣自卫队向美军提供医疗、运输、补给等方面援助的决定,使其军事力量足迹扩展到印度洋及中东地区。 2003年年底,日本通过自卫队伊拉克派遣计划,更是开创了二战后日本自卫队携带重武器前往战区的先例。 而这次,日本战争参加的美日飞多比演习,应该属于二战后日本的大型战略装备首次出现,在了国外的土地上,这样的一种举动,其实透露出了日本方面双重的战略意图。 一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,有多难? 首先,从单纯军事角度,也就从战术角度上来讲,日本方面一直以来要做所谓正常国家。 那么它具体的途径和具体的目标,实际上就是要让日本重新成为所谓的军事大国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它要实现两个走出去,第一个,就是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走出去,第二个就是日本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。 通过类似这样的一场演习,日本方面就可以在实现它的人员具体培训演练的同时,又达到另外的一重目的,就是能够宣传日本的装备的所谓的优良性。 二、魔抓身向南海与中国正面冲突,从战略角度上来讲,日本方面也提出了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在西太平洋区域,日本要逐渐的实现战术上的不点。 那么,不点的过程与日美同盟,目前演化升级的趋势是几乎重叠的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,美国要把日本更多的推向台前,特别是在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区域,要让日本不断的实现自身的战略不点,去协助美国的同时实现日本自身的一些战略目标。 比如说把东海、南海甚至是台海问题逐渐的串联起来,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。 由此从东、中、南三个方向向中国去施压,达到自身的战略意图。 三、菲律宾逢场作戏与美日联手遏制中国不可能,无论日本也好,美国也好,他们通过此次演习主要是要达到地缘政治方面,包括具体军事方面的目的。 实现的就是在西太平洋区域内的军事同盟体系的一个重塑和重整,但是菲律宾现任政府与前政府的政策却有着极大的差别。 从演习的科目包括演习选举来看,并没有放到与南海相关的敏感的区域,所以菲律宾方面只是单纯的想通过这样一场演习实现自身反恐能力,包括国内军事建设水平的技术方面的提升。 所以美日如果要假借菲律宾之力,实现的杜小洞南海争端掀起波兰,恐怕他们这个如意算盘要落空。 看看新闻,路斯记者,方良。 。 discrete条路面是要想更损的的一切。 部分是多余性的相产essential原来的随és ин Lew, Mars,也有终于。